那线上课程的制作呢 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四个部分大概就是先检查你的设备 设备跟脚本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你的录影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剪辑 录完影之后要做基础的剪辑 最后一个部分是上传云端 准备课程网站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来说明 好第一个部分就是各位的设备 那脚本我就不说了 就是你做之前你的课程设计 应该是先把内容给 想好要录什么样的课 好那在录制的部分呢 我们的电脑的需求 就是你的萤幕解析度最好是能够超过1080p 也就是1920x1080的解析度 那只要你的萤幕超过这个解析度 你录起来的课程呢 在上YouTube之后 它都能够开到1080p的解析度 它的一些软体操作的一些功能表才会清楚 那如果不是电脑课程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需要到这个解析度 好那你的电脑到底等级要多高级 在因为我们会使用到桌面录影的部分 那它会同时跑一个桌面录影的软体 那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太差 基本上也不太行 那当然如果电脑太差的话 另外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你把画面 直接透过截取盒串流出来 那就不会占用到电脑的效能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可能要换电脑 好所以如果你是同时自己跑 你没有买这个盒子 你同时自己跑桌面录影的软体的话 那你的电脑就不能太差 好那你的麦克风呢 如果有经费的话 建议你至少最好买外接的指向性 可以消除环境杂音回音的麦克风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说明一下 你可以在右下角把你的喇叭这里按一个右键 这里有一个音效把它打开 在这个地方呢 麦克风是在录制这个选项里面 然后这里会看到你的电脑所有的麦克风 那我当然我现在是接外接式的消除环境杂音的麦克风 那你的内建的麦克风会在这里是其中另外一个选项 那这个是电竞型笔电的内建麦克风 那如果你要使用哪一个麦克风来当作你录制的麦克风 你要按右键把它设定为预设 设为预设装置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 在等级这边 这边这一个选项蛮重要的 这个是你收音的大小声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把麦克风的收音开到最大声 但是有的品质比较不好的 它开到最大声会破音 所以我们降一点点 另外这个地方是灵敏度 这个灵敏度 如果是你的录音的环境 距离你的麦克风的本体很远的话 你可能要开增量 但是开增量你会发现它灵敏度增加之后 整个环境的噪音会变大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使用尽量靠近你的嘴巴 然后就把这个增量把它减到最低 这样有助于消除环境的杂音 所以一般来讲是这样设定 我现在把它切换回去我的预设麦克风 我们还是用这个麦克风来录制 所以为什么麦克风不能太差 因为我们在第三个阶段 在上传YouTube在做字幕的时候 麦克风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自动辨识字幕的辨识率 那如果你麦克风真的很差 你到时候你上字幕还得自己慢慢key 那如果你的麦克风效果很好 那其实大部分90%以上 那个字幕都是自动可以辨识出来 就会很方便 再来如果你有一些实作的课 你需要镜头去拍你的实作的过程 那你就会需要一个 USB的外接的那个webcam 那当然我们这边比较建议的是 IPEVO的小型的携带型实物投影机 那它的实物投影机最小的最简单的都有200万像素以上 所以足够1080P来使用 而且它可以开视窗 可以跟你的程式同时并列在萤幕上 所以录影起来效果比较好 然后最后就是你要把你电脑所有的通知选项跑出来 会跳出讯息的部分都把它关掉 那如果你同时需要剪辑呢 你的电脑最好有外显卡 就是外加的显示卡 那因为外加显示卡大部分都支援CUDA的选项 所以这个部分在剪辑的时候速度是加倍的 就是你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卡顿 然后你的CPU最好是i3以上 i3以上它会支援OpenCL的部分 所以剪辑的部分都能够增加效能 所以主要是以这两个为考量 那如果你不需要剪辑那当然就比较没什么差别 另外就是剪辑的部分会需要记忆体大一点 然后你的硬碟快一点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采用SSD的硬碟 然后另外因为你剪辑的部分你的影片会蛮大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再使用传统硬碟去做备份 或者云端的部分去做备份 因为SSD如果万一坏掉的时候它是不能救的 没办法救的 好最后你剪辑当然需要合法的剪辑软体 那魏力导演这是付费的选项 不过它的免费版可以适用一个月 只是下面优效角会有logo 那这个因为它可以蛮快速的产生很棒的效果的影片 所以还是蛮建议的 好那另外在共通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有双萤幕因为剪辑的时候有双萤幕会更好 你在做一些轨道的编辑尤其是大萤幕会更适合更方便 然后你另外一个萤幕就是比如说你在录影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会比较干净不会看到其他的软体 好那补光灯如果你有需要实际就是上镜 那你可能就会需要补光灯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实物操作的课 会需要用到实物投影机的时候 他必须要避开那个正上方的光源 因为桌子会反光 那所以会需要侧边的补光灯 好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好以上是准备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是跟录影有关系的 那我们这边呢会有几种录影的类型 那我先从桌面录影来开始说明 桌面录影呢 我们一般来讲会建议使用这几种 EverCam OCam 跟OBS 那这里面 EverCam的这三个效果都还不错 那EverCam呢 它也是需要购买的 那免费使用也是一个月 然后OCam呢 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用的选项 但是因为OCam它是完全免费的软体 功能也非常的齐全 但是你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它的安装选项里面有时候会藏那个挖矿机 所以你在安装的时候特别注意 如果出现挖矿机的选项要把勾勾拿掉 那OBS呢是比较厉害的选项 它是一个直播的软体 那里面有荧幕录影的功能 那当然相对的操作会稍微复杂一点 那我们在使用桌面录影的软体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你设定录制的范围 那我们用OCam来说明 这个是OCam的画面 那录制的范围呢 这边可以做选择 一般来讲我们是录制全荧幕 那你就会看到旁边有 有那个绿色的框框 绿色的框框 然后这个部分呢 另外就是选择麦克风 选择麦克风 它声音这边点下去 它这边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麦克风去录制 哪一个麦克风去录制 然后再来就是解析度 这是电脑解析度 那解析度这边稍微另外说明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本身解析度没有到1920x1080的话 那在OCam这边它也有另外一个选项 在录制的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调整视讯的大小 也就是说你解析度如果就算不够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上调 把它往上调 调到1080p 1080p的解析度 那当然这是用低解析度放大到高解析度 这样效果还是会受限 不过至少你在上YouTube的时候 它可以可以选择这个1080 好 那平常你的解析度有达到的话 这里就不用做选取 好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希望在录制的过程中 你的游标被放大 那你就要在这里的选项里面去做选择 好 这里有一些效果 比如说按左键它会变红色 按右键变蓝色 或者是你的滑鼠上面会有一个黄色大大的 这个圆圈圈 或者把游标改大一点 这个都是比较体贴观众的选择 因为你常常在操作的过程中 会需要有时候你的读者会找不到你的 你的这个游标在哪里 好 那这些就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需要实物操作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开视窗做对照 比如说现在这里有一个视窗 然后我们再开一个另外一个实物投影机的视窗 好 那不过现在我还没有接了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调整 好 调整成两个视窗做对照 跟你的实物操作做对照 好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子处理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在录课讲解的时候 在其实在录刚刚那个部分 在桌面录影的软体里面是可以选择的 它可以在网路摄影机这边选项 可以让你的影像出现在某一个角落 然后大小也可以调整 好 所以不一定要用视窗的方式 好 不过这个是我们做一般实物 就是写程式跟创客的对照使用 好 那另外如果你是要录你在课堂上讲解 你在黑板上讲解的话 那我们会建议你使用网路摄影机 或者是IPU直接对着你的黑板对着你 好 去做录制的动作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手机它会自动调曝光 好 所以如果你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 你的电脑的那个 你的手机的亮度会跑来跑去 甚至那个对焦的点 会也会乱跑 好 所以如果你用手机录影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你手机在录影之后 你必须按着 那个画面 大概一到两秒钟 它会出现一个锁定曝光的一个选项 好 所以你那时候必须做这个选定 不然的话你的影片的品质 会忽暗忽亮 交据会跑来跑去 这是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另外你要直播的话 或者你刚刚讲线上录影 你要准备你的脚架跟稳定器 不然的话呢 那个影片晃来晃去 学生会很不舒服 好 然后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要练习一下 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最好呢 是一句一句的把声音讲清楚 把你要讲的话讲清楚 然后要去掉口头柴 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录影的部分 有很多的口头柴 那这个都是要练的 那另外就是在按钮之前 要停顿一下顾虑观众的感情 他有时候要找你的按钮在哪里 有时候他会来不及 因为他还在想前面的事 所以比如说我要按某个按钮 我要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在这里等一下 等个两秒钟 然后再跟他说下一步在哪里 下一步在哪里 让这边停个两秒钟 让他有时间去看你的按钮在哪里 好 然后再来 刚开始录影的时候 你要先停个几秒钟 然后有时候录到一半 我们会吃螺丝录错 那录错怎么办 你就影像上面 你就比个手势说 打叉 这里剪掉 然后再等个两秒钟 再重新开始录就好了 所以不用每次都重录 不用每次都重录 因为这样子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用刚刚那个技巧的动作 去让事后做那个剪辑分割就好了 好 好